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特别的多呢 我们要来看比较精准的数字 是CDC整理出来的一个统计 我们从5月11号开始看起 总共是有466例的死亡 那9成以上都是60岁以上的长辈 还有85%是有慢性病史 而且说每三个人就有一个 是有万华区的活动史 那为什么这个死亡率看起来是偏高的 是跟什么有关系 我们稍后来抽丝剥茧 以及我们看到的是现在全台湾都是三级警戒 至少要到6月28号 那已经连续4天 全台的这个确诊数不到200例之后 开始又有人太胖太胖 我们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这个状况 有没有放宽的本钱呢 我们先看到的是 这个是台大的工会学者陈秀希 他提的 他说有条件的状况之下 是不是可以降到所谓的2.5级 虽然说这个2.5级 没有很精准的去做一个定义 不过这个部分呢我们看到是阿中部长 他的态度是比较谨慎的 因为很怕一个不小心 会不会这个病毒又死灰复燃了起来 那因为这些时间点呢 我们看今天CDC记者会来得还蛮快的 我们先来看看现场的最新状况 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今天确诊的个案数跟这个死亡数 那今天确诊是本土175例 死亡有19例 那分布的线是 除了双北 新北市87台北市34 以外 苗栗线有31 新竹线有10例 桃园市有7例 那其他是花蓮县基隆市跟台湾市各2例 那我要特别说明一下苗栗线的31例 是我们从 整个经元专案开始的时候 那第一次全面性筛检完之后 我们就该匡列 的这些密切接触者 我们要再做 一次的这个筛检 所以这31例里面有30例呢 是在这个匡列的范围内 所进行的 那因为另外新竹线的死例呢 是一个 长照机构里面 的这个住民跟相关的人员 所以这个我们特别 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另外等一下我们会请 最近这两天因为大家跪于这个疫苗的接种 那尤其是 这个 应该 昨天算是第一天 前天 前天15号 15号是第一天的一个全国性 全面性的这个开打 那绝大多数的县市 都是以85岁以上 来做分年龄来优先做施打 那只有 5个县市是以75岁以上 开始所以绝大多数在15号那一天 接受疫苗接种的这个民众 绝大多数都是85岁以上的这个长辈 那我们以这个目前国内 从去年疫情开始 从去年疫情开始到现在 那75岁以上的确诊者 死亡的这个状况 这个比例呢是22.7% 那我请专户说明一下那个15号那一天 大概有多少75岁 绝大多数都是85岁以上的长者 来接受疫苗接种的部分 各位妹妹知道好 那我们 就是 我们的疫苗统计资料 等一下如果有会看到的话 那我们这一次 会新增9例 就是疑似AE疫苗的接种后的这个 之后有死亡的一个通报 加上先前还有两例 所以目前总共有11件通报进来 那这9件的部分 其实 这11件 那 最高 最高到97岁 那 另外有 之前也有一例 之前有一例是五十几岁 那大多数都是八十几岁 那根据我们我们今天的新闻稿有针对 这些 这些部分来做一个说明 也就是说 在我们大规模的 疫苗接种的初期 其实我们观察到 不管在英国日本或韩国这边 那如果一开始是以这个年纪大的一个 对长者来接种 那因为他有潜在的疾病 所以通常类似这样 疫苗接种后通报死亡的案件会的数量 通常就会增加 通常我们如何去判断像类似这样的一个 厘清这样的一个死因 主要都是藉由 回顾病例资料或是解剖来来厘清 那来调查这些事件是不是跟疫苗相关 另外我们也可以利用所谓的持续性的一个监测 我们的自然死亡率来看 那 比如说我们透过109年 我们的人口的统计资料 那75岁以上的年终人口是143万 那同年度75岁以上死亡人数是9万5千人 那可以得知就是在没有接种 这个疫苗状况之下 那预期每天大概都有两百多位的75岁以上 长者死亡 那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从国内总共 有113万 左右的民众接种A-D的 Combinating的疫苗 那其中是有17万左右的 是75岁以上的长者 所以根据我们目前的一个不良事件的通报 系统 现在已经收到11例的接种 A-D疫苗后死亡的一个报告 那其中有8例发生在75岁以上长者 所以这边大概说明一下 目前的死亡的个案 那大多数都是高龄长者 而且有慢性的疾病 那我们也有其中这11例里面 也有两 两岸 解剖 有经过司法相验解剖 那这两岸 其实有一案先前也已经在记者会说过 他就是 就是所谓的 阻灾性 动脉 阻灾性的 动脉阻灾性的心血管疾病 加上这个急性 急性 急性心肌梗塞 那另外有一个也是在南部的 昨天才刚解剖完 他的 解剖的结果也是像刚刚一样 就是 就是动脉硬化的这个心血管疾病 那他的解剖之后发现有三条的动脉都堵塞了 那所以这个是目前11案里面有两案 经过解剖 那当然可以说明跟 他的这个 病 自己的潜在的病 病史比较相关 那所以 有关这个 疫苗接种后死亡 那这个 是有持续性的相关 但是在因果 因果上因果的相关的部分 这个部分 当然还在后续 我们还会再 再做 厘清 但是目前并没有看到说 因为打了疫苗之后 死亡的这个状况 是因为这个 这个疫苗所造成的 那我们 未来就是针对这些个案 那个案就是说如果家属有任何疑异的话 也可以 透过申请这个 我们的预防接种 受害救济的部分 那我们这边都会尽力协助 相报告 好 谢谢庄傅的说明 因为 现在整体 75岁以上接种的是17万多 那现在有这个接种后死亡的通报 目前是11个案例 那这是一个案例都 还尚待釐清 那其中有个两个案例已经做过了解剖 那也有明确的这个死因 那另外我们在这个75岁以上的长辈 确诊之后的死亡率目前是在台湾 是22.7% 好 那今天的报告就先到这边 想先确认一下昨天部长说的意思是如果郭董 他可以取得上海复兴的BNT疫苗授权书 是不是就能够办理进来 那另外如果是的话 只要未来产地不是大陆 然后是在德国上飞机就行 是这个意思吗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 现在因为两岸碍于法规没有办法进口大陆的疫苗 那防疫学会的理事长王润贤就认为说这样的法规不合时宜 请问怎么看 谢谢 那我先请庄户说明一下 有关刚刚说的这个部分 应该 没有说 就是说是不是像您刚刚说的 那个要件都可以 那这个部分 应该是没有说直接的这样回复 那有关这个部分我们当然就是是是他最后的一个状况 来来来协助协助这个 鸿海之边的申请 第二个 第二个问题是 刚刚 TPPS第二个问题是 就是现在两岸碍于法规的问题 所以没有办法进口在大陆生产的疫苗 那防疫学会理事长王润贤就认为说 这样子的法规是不合时宜 我们想请问怎么看 两岸的相关条例是在当时所订定 就是两岸 订定两岸条例的时候所订定下来的 相关的法规 是不是当或是不是要去做修改 我想 当然 都要去做全面性 的这个看待 这边代替信传媒提问 这几天陆续传出接种AZ疫苗的年长者死亡或是有严重的不良反应的案例 那指挥中心是否考虑让有严重慢性病的年长者优先施打莫德纳的疫苗 第二题也是信传媒提问 日前一名台湾的旅客入境澳门 那PCR是阴性 但是血清抗体是阳性 那沈富雄建议说 现在应该在万华做血清检测 了解有多少比例的人曾经感染过 对未来防疫有很大的帮助 请问指挥中心是否考虑过 谢谢 刚刚有说过 就是目前各国在施打这个COVID-19疫苗的时候都有发生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 他是主要就是刚他针对的是高龄的一个的长者 那做这个疫苗是打 不管你是A例BNT或是莫德纳 他的结果都可能类似像这样子 那主要就是 这个 高龄的长者他们平 他们在 目前在这个过去在一年里面 平均每天就有可能在有有 有一定比率的一个 人死亡 那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 在整个疫苗施打的过程当中 那如何 请医师在这边评估 还有就是协助 这个 在这个 多评估这个 这个长者的一个升级的情形 那这个再做进一步的一个接种 张老师要不要讲一下 许清 那当一个地区有相当比例的个案流行的时候 当然血清抗体的检测 会是可以了解这个地区的一个状况 那所以这个 如果就专业的地区来看 当然经过 我们的疫情控制到某一个程度以后 我们是 可以回过头来 看看这个地方 的一个新流行病血的一个状况 这是 也是一个合理的一个做法 我们还是特别提醒一下 因为各县市在 安排75岁以上的长者是用分年龄的方式 去做安排 那也有一些大型接种站的这个设置 不管是室内也好或户外也好 那我们还是要提醒这个 第一个还是要去多关心一下长辈出来的 这个 身体的状况 那另外就是在疫苗接种 疫苗的这个 在注射过程 疫苗的保存的部分 还是要去特别的注意 那另外就是环境的温度 长官好 华氏提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今天有10例是这个新竹的这个长照之家 还有在传出感染事件 那民众就担心说 现在有要求护理之家 要强制清空消毒吗 那这是不是跟竹东镇最近在全镇普筛有关系呢 那第二个问题是 早上行政院长苏葵有在说 防疫队形需要变化 依照目前状况 有要讨论说怎么个变化法吗 法吗 那前部总统陈建仁最近是不断帮网 在网路上面发声 有可能会把他纳入团队里面吗 那最后要帮环宇新闻提问 目前是有传出下午再增加3例 有14例长者接种后猝死的案例 那想请教指挥中心 国内目前有出现环打潮吗 谢谢 院长其实是希望整个这个行政团队都要有整体的防疫概念 那不只是指挥中心 而是各部会也都要有同样有这样的一个 思维 这样子才会去注意到各个细节 我们目前的统计 那就是这个长照护理相关照护机构 目前到现在累计是有83家有这个确诊的情形 那其中是67位是工作人员 207位的非工作人员有确诊 那另外有165位是因为受到影响在隔离 那其实也不只是新竹 我们这一周事实上看起来就说 整体这个疫情的部分 家户感染当然还是有 不过看起来这个趋势稍微有下降 不过比较多的这个 反而相对呈现出来的是说在机构或者是在医院里头的感染 还是有在发生的一个情形 那现在这个机构的群聚 北部中部事实上也都有 应该说北部跟这个北区跟台北区这边也都有 这个机构的相关的一些群聚 那因为发生在 人员或者是住民的部分 当然就按照我们的SOP 要把相关的这些接触者都列为居家隔离 要一人一室来做安置 那在安置的过程当中 事实上就会 去清空 然后去把它移到相关的一些 不管是其他有有闲置的机构 或者是防疫旅馆 集中检疫所 甚至有的时候也会移到 医院里头去进行安置 能够来确保说这些被居家隔离当中的 这个住民或者工作人员能够持续的接受 这个规则的裁检 以及就是说能够不要再跟其他人有相关的接触 以免说这个疫情也有滚雪球继续的扩大 那当然在安置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发现说 他也有这个社区相关的一些接触 比如说来陪病探病的情形 或者是说他的工作人员回家 或有社区的一些活动时的时候 就可能会在社区当中有一些相关的裁检站 或裁检的一个情形会发生 所以这些都是在防治工作的一环 没有说特别就是说在新竹是这样做 其他地方就不是这样子做 请大家可以放心 好 我们来看今天CDC公布的这个本土病例 有175例 另外有关于死亡个案的部分 是有19例 那这样子的总规看起来 大家还是会关注说双北的情况 新北市今天是增加87例 台北市是34例 那另外在苗栗的部分31例 不过特别解释说 因为这个电子厂相关 这一些人等其中有30个人 他们都是在这个匡列隔离中 也就是说他不会拖去给别人 那我们整个来看 因为这样看 可能大家有点忘记了 记忆力不足 我们把它整理出来 变成一个手板 我们从6月2号开始看起 你看到这半个月来 我先请教静怡 这半个月来 一度冲得蛮高的 那慢慢的荡下来之后 有一点点小起伏之后 我们看到是从这个13号起 就是174然后都不到200 可是说坦白的不到200也不是说真的很OK的一个状况 是比以前恐怖的时候好一些些 可是在这样的趋势里面 开始有人心里面觉得说 悶坏了 那很想怎么样啊 这个有一个医生 他说他发现有一些人在他的这个板上的留言 留的内容是什么 差不多暑假的时候 我要来订民宿啊 要来订宿啊 那个心态是大家已经觉得 这100多感觉上好像可以比较松一点 真的可以比较松吗 来静怡 我先讲哦 暑假的时候能不能去民宿玩 我订民宿然后到处去玩 我觉得没有那么乐观 因为到暑假的时候 国内你的普遍疫苗施打接种 还没有到一半 那这种情况之下 社区内部势必还会有一些感染者 就是说你现在这种每天100多例 有没有机会达到所谓清零 就是整整一个礼拜我们国内都是零确诊 有啦 我觉得有机会 可是要很久以后 要很久以后 至少你真的至少是以月来算 也是几个月后才有可能 对 你至少要用月来算 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有机会 但是你说暑假什么7月份 我就要出来算 我是觉得比较难啦 这是第一件事情 那我们先看 这是我们的整个确诊的状况 刚刚桂牙那张图很清楚 那条红线是往下降了 可是我一直提醒大家说 不要忘记 我们在5月16号就是双北三级的第二天 那个时候的确诊数大概也是大概206 到现在查不到很多 可是你看5月16号双北三级 5月17号全台湾三级 后来的数字一个礼拜之内 跑到500多 记不记得 也就是这个病毒真的很狡猾 你只要一松懈就会来 那当然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讲 基本概念不要动就好 那当然以现在这个数我在看 前几天有一个我们如果看那个所谓的发病日 发病趋势跟它的所谓确诊的状况 我自己注意到的是大概6月14、15那时候 发病有稍微掉的比较明显 可是你去看回来 那时候的採检量 其实那时候也是相对比较低啦 也就是说大概端午那两天 大家採检的数量还是有比较少一点 所以有一些大概你会比较晚才出来 那么我们去看它的所谓的这个发病的状况 或者发病情形 它大概也都是有逐渐降低 可是呢在最近这段时间发病的个案还是有的 那这些你只要现在发病 没有像我们刚刚所说 31例的苗栗里面有30例被匡列 你如果是匡列之后确诊我们都不担心 它是确诊后才回去匡列 确诊后才回去 不论你是用疫调这个词也好 叫同心源也好 随便你讲 总之你如果是确诊之后才回头去捞的 那它这边一定就会有漏网之鱼 一定会有传染出去的人 你的那个传染链就没有办法断 所以当然最好的状况是 所有的高风险都先给它匡列 是最好的案 最安全的做法 那再看再参考几个数字 我们等一下会稍微聊到高 就这一段 这一次的感染者的死亡的几率比较多 我们几乎现在都是每天都会有死亡个案 大概在10到20的个案里面 所以昨天数字也出来说 这一批因为有三分之一 都是有所谓万华接触史 就是所谓死亡的个案里面 再来这一批里面 很多都是讲的比较多 将近四分之以上都是 60岁以上的长者 那60岁以上的长者 我们本来讲 他的感染之后死亡率就比较高 所以为什么我这两天 一直在跟大家提醒说 有些人说 哎呀那我们疫苗不要打在老人家 我们打年轻人好了 年轻人我要Uber 我要送餐啊 我要去买饭 我要去工作啊 我们年轻人活力比较强 打我们年轻人 为什么差别在这里 就是重症急剧 就是60岁以上 它就是重症急剧 如果说你说 他就没有机会感染 但是你想想看 一个60岁以上的长辈 他如何有办法 完全不被感染 他要与世隔绝 就是你所有照顾他的人 都不出门 所有照顾他的人 都不用出去买饭 所有照顾他的人 都不回自己家 也就是说 你不论讲说 他的所谓的外籍移工的看护 他就完全不能放假 离开这个家 他只要出门去买菜 他就有可能带病毒 回来传染老人 所以有些人说 你就打这个 照顾他的人就好 不要打在老人身上 怕老人 我就说 老人他最终 你不可能让他 不跟别人接触 而跟他接触 那些人都可能 把病毒传给他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我这边稍微看一下 我们讲的解隔离 解隔离是什么 解隔离这边 给我们的资讯 就是说 有一半的人 现在所有确诊者 有一半已经解隔离了 这是很好的资讯 有一半已经解隔离 代表你如果是年轻的个案 你可能走到死亡的 恢复力还不错 那恢复力比较好 那可以解隔离 再来解隔离的越多 第一线的医疗量能 压力就越小 但是还是我刚刚所说 因为高龄长辈 一旦感染 他就比较多的会肺炎 他不太可能 在所谓居家隔离检疫所 他不太可能集中检疫所 他会住到医院去 医疗负担就会大 就会前一段时间讲的 还要送 这个所谓的 呼吸导流 等等这一类问题 所以为什么高龄者 是我们第一波 疫苗施打的重点 英国包含其他国家 第一波接种 除了医疗人员之外 就是这些高龄者 因为他一旦感染之后 后面所讲白的 叫后续造成的问题 后续需要的医疗量能 跟年轻人感染完全不同 所以这个还是讲说 我们这两天在谈 感染者的状况 或者是死亡率的状况 我还是得提醒 为什么长辈在这一波 我们也知道有风险 我们也知道压力比较大 可是还是需要再做接种 那我最后补充一个事情 现在大家看到的 各县市那些 不论是很混乱的也好 很fancy的也好 都是所谓的大型师打战 都是把老人家推出来 可是有一群 我们在现在数字上面 或媒体上比较少讨论 可是我觉得很重要的 就是刚刚 罗一军副署长提到的 那种长照设备 长照设施 也就是其实我要麻烦各县市 因为长照设施 或长照护理这家老人家 他们是不用出门的 他也说实话也不方便 没办法出门 那他没有办法出门 是你最好接种的 你这一批你的接种率可以最快达到达标 所以赶快安排 这个你的境内的医疗人员 而且最好是已经打完疫苗 两个礼拜以上的医疗人员 你不要让他是感染者的情况 然后呢 他风险越少越好 然后赶快安排这些所谓接种的团队 到你的辖区内的这些所谓长照中心 或者是护理之家 帮这些卧床的长辈接种 因为你看每一次我们讲到长照之家 或是护理之家的老人家 他一感染都是全机构 全机构 大家因为他们其实那个环境里面 就是都接触就是那些人 都在一起 而且他一个比方说是被照顾者传染 就会这个一路传染出去 那其中一个传染给照顾者 照顾者就传染出去 所以像现在那种每一个在家里 我们前一段时间说 这几天85岁以上老人家很辛苦 他要出门 可是他出门之后要回到家打完疫苗 他其实不太会再跟很多人接触了 所以你就是保护他这一个个人 不过也要麻烦各县市 你现在手上的这个疫苗 有一批85岁以上 也是处理我们所谓的居家 或长照机构的这些老人家 这一批他你可能在媒体上看不到 因为他不会出来 但你也不会有办法做成绩 说我打得很fancy 可是麻烦这些我们讲的 赶快县市政府 先把这一批的免疫能力先打上来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事情 有一些要注意的 我们尽量把它做足 但是我们来看一个状况 因为开始打疫苗 今天算第三天的时间 可是开始就发现说 前两天有一些数字出来之后 大家会惊惊 明显这个长辈 今天来打疫苗的就比较少了 因为传出来 是有指挥中心是说11例 那暴宅也有暴宅说14例 那他们可能猝死的原因 跟接种疫苗是不是有关系呢 我们先一起来看 疫苗接种站不用排队 以上也没有等待的人 几乎随到随打 医护人员细心叮咪 疫苗开打第三天 人明显减少 设置器到问诊区跟注射区 就是为了要加速年长者来打疫苗 不过现场空荡荡 因为有发生年长者打完疫苗猝死的状况 而今天也只剩下三区的问诊区跟注射区 就担心会不会引发还打潮 预约但没有前来施打的还是少数 而专家建议目前打疫苗和猝死 关联性还有三大方向需要厘清 包含慢性病就医记录 背景值比较 还有大提解剖 才能进一步了解 疫苗的施打风险最高 是在疫苗接种后的半个小时内 因为接种后的半个小时内 如果对疫苗就是药物 会有严重过敏不良反应的 事实上在半个小时内 就会应该产生极为严重的反应 专家也表示75岁年长者 染疫几率比青壮年还要高出7到10倍 虽然全台传出猝死消息 还是建议施打力大与弊 我们就来看看 长者他打了疫苗之后 出现一些状况 怎么会这个样子 我们来看到是 这边列表出来说有14例 那你看到这一些年纪 除了这下面有60几岁 比较年轻的 他们可能是相关 就是列在一到三类之间的 那其实我们往上看 年纪都比较长的 那其中一个是新竹市97岁 他说他没有相关的病史家属的回报 然后还有一个是台南是90岁 也说没有相关的慢性疾病 可是其他的部分 几乎都是有的 那我请教瑞德哥 因为CCC是讲说 虽然说有14例可能有关系 不过他们后来 他们统整之后是说有11例 可能或许跟这个疫苗是有关的 那现在变成是 我就是大人 我长辈 我85岁 那我到底是要去打还是不打 阿中部长是讲说 打的力是大于弊 可是现在变成是一个心理因素 会有一些影响 瑞德哥怎么看 我觉得从今天施打的 刚刚看到的那个场面 你可以发现 确实有受到部分的心理影响 因为十几个人 那么老人家都是75岁以上 大部分很多都是85岁以上 他打了以后 那么或许是现场 或许是回到家 或许是隔天 结果意外发生了 这个猝死的这个案例 而且那么像今天 包括在枫园跟在桃园 也发生类似的那个事件 所以这样的不幸事件 发生了以后 大家都会怕 怕了很多人都会选择说 那我是不是就不要打 因为我年纪大了 对不对 但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天有不测风云 能有旦袭霍霍 所以为什么这样讲 你要知道 那么在我们 你看今天的数字 今天在看的数字是 确诊175 死亡19 还是有十几个人死亡 而且在死亡的比例里面 那么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家 还是占了一定的比例 也就是说他如果万一 你在这个年纪以上 那么确诊的话 你的死亡率确实是非常高的 远比你打疫苗的死亡率 高上好几十倍 所以这是个自己去抉择 为什么这样讲 你知道吗 去年为止 截至去年的统计为止 75岁以上 143万 去年75岁以上 在台湾死亡的人数 是95367人 这个就是为什么 李斌尹医师说 一天其实都不用打疫苗 就有两百多个人去世 你什么都不用做 什么都不用做 就有两百多个人去世 就是社会平均的背景 对 这个没有办法的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个老人化的社会 那至于你说打疫苗 现在不是很多人 尤其是国民党 还是一些等于说 犯男支持者 然后这个韩粉一直在吹捧的 辉瑞BNT疫苗 有没有 不是最棒棒了吗 不是最好了吗 什么给老人家最好 最打最好吗 你知道日本施打辉瑞疫苗 到目前 截至目前为止 打完疫苗以后 死亡人数是196人 可是问题是 不能说196人 都是因为打疫苗死的 而是他打完疫苗以后死 为什么 他就算不打疫苗 每天日本的 因为他老人家 老人社会 比我们更严重 然后他的老人更多 所以他的死亡人数 一定比我们更多 可问题是 那如果只是单纯 这样告诉你说 打了一个辉瑞 结果就死了196人 那很多人是不是 不敢去打辉瑞了 更不要讲科兴 科兴在香港 打死了几个人 打了以后 也是打了以后 然后全世界目前统计为止 我看了一下 因为中国 没有公布 他实际的资料 所以中国例外 都要除外的话 全世界死了 大概六七十个人 打完科兴以后 那么所以 这个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因为没有人能够告诉你说 解剖完以后 然后根据什么什么 跟疫苗 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 等等 但是我只是告诉大家 就是说 那么就像静怡医师 所讲的 你不要忘记一件事 有的老人家会 很天真的认为 我不要去打 反正我七八十回 对吧 然后我就躲在家里 躲在家里 总不会有事吧 你忘了你的家人 还会回来 来进进出出 你就算行动不方便 比如说你请的应用 外劳等等 看护了 他还是会进进出出 他会去倒垃圾 他会去买东西 干什么的 然后请进来 你永远都没有办法 说一个人烘起来 没有一个人 可以真的一个人 闭关修裂 然后都没有跟任何人接触 你总要吃东西 对吧 然后所以事实上 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有四个姐姐 其中有三个 本来说 他们都不要去打 因为欧洲都去过了 美国都去过 哪里都去过 所以他已经 严重心愿已了 我不要出国了 没有关系 我昨天晚上打电话给他们 他们说 我们现在正在选择 以后可以打 所以要打哪一种 为什么 这是你的选择 不过 刚刚进行是泼了大家冷水 不过那是非常实际的 为什么呢 不要想着 现在就要到处去玩 闷了一个月了 刚好一个月 我昨天在睡梦中惊醒 因为我梦到 我带我太太去肯丁玩 那你惊醒的逻辑是什么 惊醒是 我为什么 为什么醒来 以后我 人在床上 为什么不是在肯丁 惊醒的应该是带太多数 连睡觉都 还好不是带小三 不过 你想想看 连在睡觉都会想说 我应该是出现在肯丁 沙滩 阳光 比基尼 你知道吗 可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不小心 一不小心 你怎么看现在是175 你怎么知道 真的确诊人数是175 很多无症状感染者 他可能都没有症状 他年轻人 他不会去摔牙 所以大家还是小心为妙 为什么呢 林柯仁一时不变 那么也不要让他突然红着又起来了以后 我的天啊 又到了四五百 每天案例那么多 那什么人数二三十的时候 那时候大家毁之玩愉 因为瑞德哥告诉我们就是有梦最美 但是现在这个时间点做做梦就好了 先不要付诸实现 其实医生有告诉我们 现在要有心理准备就是 今年的暑假要牺牲 才可以换到之后的寒假 之后的暑假 大家可以顺序出去吃 我们休息一下稍微回来 去年下半年台湾解封后出现暴富性旅游 各地景点挤满人潮 饭店一房难求 而今年碰上本土疫情大爆发 三级警戒 观光景点几乎没人 大街也冷清 但现在民众盼望解封 想出有的心 藏不住 医师忧虑解封后 人潮大规模移动 疫情可能会卷土重来 儿童急诊科医师谢中学说 他发现不少人期待暑假解封 可以去已经预约好的旅游 不过即使降为二级警戒 现在台湾疫情跟去年不同 社区疾难完全清零 没有报复性出游本钱 还强调必须要有心理准备 只有牺牲今年暑假 才有可能换来孩子回校上课 和明年寒暑假出游 因为现在的处境就是如此艰难 也有民宿业者说真的有客人 开始要预定八月房间 现在也只能忍痛拒绝 因为先忍耐才能换回正常生活 真的无法再负担任何风险 医师专家都说 只要社区无法清零 就还是有检藏个案 如今要出游 恐怕还得再等等 咱们就过来春秋台北采访不到 有外岛的民宿业者就讲说 有人已经在想说 暑假的时候我要怎么样 然后他们就在八月份定了说民宿 可是民宿业者说 现在这个情形我们到八月 也不知道状况会怎么样 先婉拒先不要 那我记得之前在端午节的时候 然后有一些出游潮 开始真的有人蠢蠢欲动 然后就有一些地方发现说 平溪的那个山上的山路 他们就讲 你知道平溪双溪跟乌来 他们是一片净土 然后其实就很担心说 你这些游客来 你到底是怎么样 会怕怕的 所以回归到我们刚刚看到几个医师在讲 你现在就是 你就爱喝奶 要比较忍耐一点 才可以换来之后 比较素食的行为 来慧珍 对 我大概前一阵子 在脸书上看到很多我的一些朋友 他们有小孩的 不管是小孩子 是那种幼儿的 然后或者是国中的 然后国小的 每一个人都在讲什么 就说天哪 鬼门今年提前开了 而且他们就后来就发现说 原来我的小孩真的很讨人业 虽然是我生的 然后有时候我们在讨论说 你到底要打辉瑞 打AZ 他说没有我想要打 不是打疫苗 我想要打国家用苗 自己都受不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就知道说 为什么大家会忍不住想要去 可是我要奉劝这些爸爸妈妈们 如果你不希望鬼门永远开下去的话 我建议你们今年的暑假 最好还是爱喝奶 因为我看到有同业的朋友 他会晒说他现在每天 小朋友突然之间 他们在家穿着羽绒衣 这么热穿羽绒衣 因为他们假装自己去了北海道 所以其实也可以苦中作乐 这是扮演游戏 那我有看到就是说 有一些阿公阿嬷 也帮忙带小孩 带到受不了 就给小孩五百块 然后跟他说 我们现在来玩一个游戏 你头靠在墙壁上 这五百块不要掉 这半小时这五百块就是你的 用这种方式来让小孩子 半小时不要乱动 尤其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说大家真的很希望可以解封 可是这时候真的不要低估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知道我昨天回到我家附近 我在附近的一个便利商店 我竟然眼睛真的看个一个阿公 大概是七十几岁以上的阿公 他完全没有戴口罩 他就在那边用 现在你不觉得说一出家门 这个脸如果凉凉的 有风吹过来都觉得怪怪的吗 然后跟你讲 然后没有我跟OK的店员 一看到我们就赶快就呼叫他 就说阿伯阿伯要戴口罩 然后阿伯就假装 啊 啊 这样子 然后他是边啊的过程 那还是边买了他要的东西 那我后来真的受不了 我就直接把一个全新的口罩给他 我就跟他说阿伯你要戴口罩 就阿伯很夸张 他就把钱丢了 他就走了 他就不戴口罩 那因为他真的年纪很大 我们想说我们要不要报警 但我又想到说就好像就算了 可是这个我觉得光是这种状况 你就知道大家越来越有一点按耐不住 可是这个反而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况 因为到目前为止 你看每天都还有一百多例 一百多例 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 可以显见他已经降到一个程度 可是还是没有办法达到 所谓的社区清零情况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很容易像日本 日本我们都知道 他解封 就是先封了一阵子 隔了一两个月解封 解封之后不用一个月 又卷土重来 所以日本现在已经进入到 第四次的一个警戒的一个状况 我如果希望我们台湾不要这样的话 我们就一次做到底 完全的做到就是干净了 我们再进行一个相关的活动 那另外一个就是 关于有关于老人 就是还打 现在今天传出说 高雄那一边 因为他们施打进度比较快 竟然有三千名老人预计 好像今天就是没有出现 本来预约好的就不会出现 那大家会认为说 那怎么会这样 其实我当然知道 就是说有一些年纪比较大 尤其他们不是在热区的长辈 他会认为说 我没做没事情 我做就算有事情会如何 但是其实要提供给大家知道 刚刚其实指挥中心 有特别去讲到 每一天75岁以上 台湾原本就有一个正常的 一个老人家老化或其他因素 而过往的一天大概都有200多例 所以这目前刚刚提到的 这个打完之后 持续上有一些关系 14例有一些状况的 但不代表这14例 真的就是因为打了疫苗 那就算完全都没有打疫苗 这种情况 每一天台湾还是有200多例的 一个老人是正常情况之下 或其他病 生病的情况之下而过往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自己下自己 而错过了这个可以保护自己的机会 CDC是讲说 不要因为这两天的数字 你就在那里走 看看英国 英国就是靠提高这个疫苗的涵盖率 他很成功的压下了死亡 还有重症的个案 那晃哥还包括有一个数字 我们看了 这个是台大医师王明俊他提供的 这个数字呢 小数点到很后面了 那你一比较 你看得很清楚 他说呢 80岁以上长者不打疫苗 得到这个新冠肺炎死亡率是 0.0172% 0.01 我们这样看了好了 然后呢 对比你打疫苗死亡率是 0.046% 一个是0.01多多多 一个是0.00多多多 你就知道那个差别是怎么样了 我以为医学系的人数学都很好 王明俊副院长这个统计 他的基本上 他的分母是不一样的 因为 他说85岁以上的老人 得新冠肺炎的比例是 0.0172% 他是用全体台湾85岁以上的老人 去当分母 对不对 然后确诊的当分子 得到0.0172 问题是 台湾到目前为止 并不是所有85岁以上的老人 全部都接种的疫苗 所以你只用 已接种疫苗的当分母 然后再加上这几天不幸过往的 当分子 算出来的比例当然会高啊 这数学要在同一个基础下才能比较嘛 你不能说 这个现在我们一般人一个正常的男性 你如果整个人泡在水里面 你要举起大概60到100公斤 基本上是相对轻松的 可是你在陆地上你要举起100公斤就很辛苦了 不是每个人都像郭信存这么厉害 所以你不能说在不同的基础去做比较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最近的确 我们的确最近这两天 有一些长者在接种完疫苗之后 他往生了 可是他是不是因为接种疫苗往生 这个需要做科学跟医学上的认定 可是我觉得我们必须利用这个频道 利用这个节目 把真相告诉大家 就是说接种疫苗有没有风险 有 确诊有没有风险 有 那哪一个风险比较高 你刚刚指挥中心讲了 长者得到武汉肺炎的死亡率大概22% 就接近四分之一 那你觉得哪一个风险比较高 那很多很多长辈讲说我都不出门 没有错 你也许没有什么社交生活 除了刚刚前面大家提过说 有人会照顾你的家人之外 长辈最常去的地方叫做医院 你会不会去医院 你会去医院就有被感染的风险 你就算你身边所有的人 跟你同住的家人 照顾你的人 通通都打了疫苗 可是当你去医院的时候 你没办法确认 所有医院的人都打过疫苗 所以我觉得 长辈基本上 我会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 如果你平常是有慢性病有固定在看医师的 那你就请教你的组织医师说 我这个情况可不可以打疫苗 还有 有些长辈 看在面子 我们在接种前不是都会有医师帮你做评估吗 对啊 问你说身体状况如何 你说我都很好 我都很好 结果苦心苦专辈 所以医师在评估的时候 你就要老实的告诉他 老实的告诉他 甚至我觉得 你如果平常知道你在用什么药的话 你就把那药单抄下来给医生看 所以我平常也在吃这药 比较好做判断 对 医师他有专业的判断 就基本上 你告诉他的讯息越多 他可以给你越正确的判断 所以我还是鼓励 就是说 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方法 那你如果不接种 也是你的选择 但是那个风险就要自己去评估一下 好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来看看 其实阿中部长 他们每次在CDC在指挥的时候 他们其实有一定的逻辑跟程序 比方说 为什么莫德纳疫苗 他又试出去了 之前不是说 打第一剂之后 要留着让他们打第二剂 有人就看出端倪了 然后去问阿中部长 阿中部长说 这个记者你还蛮敏锐的 可见又有好消息要来了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好 有关于莫德纳疫苗 是不是真的有下一批要来了 你要看看CDC 它是有节奏的 CDC说 我们前面先第一批 给你煮 但是煮了第二剂的部分 我们先把一半扣下来 可是 现在又开始要配送了 这是什么样的讯号 你不要忘记 阿中部长的个性比较保守 所以当15万剂的莫德纳来的时候 他是不是先把其中一批 然后拨给第一类的医护人员 还第一类医护人员 包括怀孕的孕妇等等 非常非常地小心控管 那他曾经有两次的发言说 其他的莫德纳 那么没有发出去的 即将作为这第一批出去的人的第二剂 他突然间为什么那么大方 明天就要把其他的全部都发出去 只有一个理由解释 对不对 绝对不可能是说 因为好像打的人没那么踊跃 所以就把他弄出去 不可能嘛 所以那个女记者事实上 已经秀出了这个阿中部长的不寻常 反常不寻常就告诉你 只有一个可能就是 这些莫德纳可以放心地释出了 为什么 因为后面的莫德纳要来的嘛 那事实上呢 这个月本来啊 其实现在已经在六月中 本来在六月中的时候 就应该有上百万剂的 包括AZ跟莫德纳来 但因为全世界大家都在唱就对了 据我所知道 在下个礼拜之前 会有莫德纳几十万剂 后面都是一百万一百万的这么多 量很大 所以其实台湾大量的打 现在台湾准备好 如果紧急授权通过 那高端马上当天就二十八万剂 全部都出来了 紧急而来就几百万剂也丢出来了嘛 那联雅后面好像也是 他们现在都拼命在赶工 一天至少都三万剂以上在生产了嘛 那所以你要知道 七月到八月之间 尤其是七月 会大量的到货 大量的到货了以后 那时候就变成了 你要怎么打 就是各县市 二十二县市的政府呢 现在在抢对不对 不够啦 不够啦 不够 台北市不够都乱成这个样子了 你知道吗 那到时候如果大量都来的话呢 你现在一天给你这个六七万剂 你说啊 这个样子打成乱七八糟 一次给你六十万剂那怎么办 台北市我给你六十万剂 你们要扶你 那柯文哲市长就可以把里长的iPad拿出来用了 终于轮到了嘛 二十万了嘛 也就只是那一个iPad可以用啦 他说因为平常太少必须要iPad嘛 对不对 拿出来用赶快拿出来用啊 你只用过测试过一次嘛 所以事实上 准备这些疫苗 全部都各式各样的疫苗都要来 而且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包括郭台铭昨天晚上紧急声明 三点声明 直接打脸那些说 是政府故意在卡他 不让郭台铭出来 我昨天听到最新的消息 还说什么 故意要把郭台铭排除在外 那跟他没有关系 钱是他出的 五百万剂的钱 五六十亿是人家出的 政府怎么可能把它弄出去 郭台铭一个声明三点 对不对 已经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你 根本都是政府跟郭台铭一起合作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在民间要买疫苗的这个事情上面 国民党常常借题发挥 阿嬷政府 你们在卡郭台铭买BNT疫苗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 前总统马英九 他在脸书上面 他又很活跃 他在批的是说 政府你不要因为意识形态 刻意刁难或者是封杀 但是你听别人讲 你不如听郭董怎么讲 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 我形容他的心情叫做 反野虽不召交 把心情po上汪 他就po在他的脸书上面 真的是三根半叶 他怎么样 他说我特别感谢 阿中部长打电话给他 那部长说什么呢 部长说会全力的协助 部长都这样讲了 答应他 所以现在国民党在吵说 有人在卡郭董 那你会觉得是CDC吗 绝对不是嘛 好我们先休息五秒钟 稍后回到节目现场